敌岛靖夫日记 二作者 敌岛靖夫陆军步兵武掌 战斗实况 四 不一会儿 第七中队的掌门苍准未来了 昨天晚上 第七中队在敌军的反击攻势中 有一半的人没有渡过河来 死伤者很多 在现在的位置上存在种种的困难 命令下达了 让还没有到达对岸的为数众多的战友 马上渡河去对岸 大家都向河边靠拢 可是一艘船也没有 牧村 结成都跟随着我来了 此时 第二大队的兵力只有二百名 是原有战斗兵员的四分之一 在小河岸边 今天早上受伤的很多人都呼喊着 救救我啊 救救我啊 看来还没有得到包扎 这个时候下起了雨 这个地方一下雨就变得湿沾沾的 泥泞难走 在这里挖掘出来的战壕就更是不成样子 一下子就把人弄污秽了 受伤的人弄得满身是泥 又没有绷带可以包扎 轻伤也就变成了重伤 这真的是悲惨无比 终于 有十名伤员的包扎完成了 举目往对望去 只见对岸拴着一只小铁船 也可以看到对岸的战壕中有友军的身影 听到一阵枪声之后 就再也不见他们的身影了 于是 我们大声地呼喊 喂 喂 放船过来 把伤员运回去 我们连声喊 可是没有一个人把船放过来 此时 敌军发射的迫击炮弹又在二三十米的地方爆炸开了 我们不由的心里一阵寒战 敌弹在小河边嗖嗖地落下 差时 一名勇敢的士兵从战壕里面飞跃而出 解开船缆 大喊一声 啊 船缆解开了 又进入战壕里去了 这样 我们三个人就能够拉着缆绳 把船牵引过来 船上有很多弹药 大概是运送弹药的人受了伤 或者由于别的什么原因 就把弹药留在船里了 我们把弹药卸到河岸上 伤员就能够很快地乘坐过来 来这里的伤员 有些是手腕之类部位受伤的 行走无碍 还有两三个人是背过来的 大家上船以后都隐服在船中 我们三个人拼命地拉着缆绳让船能到达对岸 或许是我们的船被发现了 曹家宅右边的一个隐蔽战壕 向这边进行疯狂地扫射 子弹在水中飞溅起来 船很不容易地总算到达了岸边 首先是把伤者安全地护送到战壕里去 我们三个人也只到小河岸边就马上飞跑进战壕 这才深深地出了一口气 感到了安全 雨仍然在滴滴答答地下 去到附近的战壕就会满身是泥 从这儿到杨家宅的一家民房挖了战壕 稍稍弯下一点腰走路就安全了 在附近休息一下 就沿着战壕回去 战壕中各个中队都有几个人没有渡河 但是没有集中起来 据说要让他们快归回原来的中队 去了一家民居 到达中央附近时 机关枪中队还没有渡河 他们在阵地上对友军的前进进行掩护 高桥大卫来 说到大队长最后的模样和昨日来前线的情况 我只好暗中流泪 发誓一定要坚决拼命完成机关枪中队的使命 这里有看护兵和卫生队 应告知前线战壕中的伤员到这儿来 我们几个人到达了原本部所在的位置附近 各个中队 尚未渡河的人多半在这里 我们向第七中队的人传达了惊松大卫的命令以后 在这里的第七中队的大约50名士兵 听说战友被杀 马上就出发覆敌 我平安无事地完成了这一传令任务后 回到原本部所在的位置 示威27日下午20 小型礼部首次来到这里 副官 内田五长 桑野也是初次来到这里 昨天没有渡河的人全在这里 昨天传令归来的井上五长也在这里 荒城军医等人从从前线陆陆续续地来到 拼命一般努力地对伤员禁包扎 被击中钢窥的人脸都受了伤 还有看到那些已经变冷了的人 真的是悲壮 悲惨 无话可说 目睹昨天还那样活蹦乱跳的战友 很快就冰冷了 背情达到了极限而流泪 本部人员看见我们几人平安归来 都很高兴地迎上前来 几天之内 有马 户口 公泽 金警也都相继平安地回来了 依有马等人的话 昨天晚上 在后面的那只船上渡河的有伟川 岛田 井上 公川 陵木等五人 他们在第三大队后方的战壕里遭到了迫击炮的袭击 伟川和井上两个人死了 岛田 公川 陵木三人受了伤 被卫生队收留 如此说来 本部的战斗人员二十人当中有十五人渡了河 仅仅在两天时间里 队长以下的官兵有一半的伤亡 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啊 看着这些就可以想象到激战的现场是如何的激烈啊 各个中队基本上都掌握了渡河的人员的情况 从昨晚开始的战斗中 仅我们连队就牺牲了数百名官兵 从毛野大队长开始 中队长 小队长 其他干部的死伤很多 在第一线不断的有伤员倒下 真是难以形容的惨状 一到晚上 副官等人就要率领大队本部人员和各个中队还没有渡河的人员渡河 只要一点名就会不断的听说黄军在前线的惨状 雨越来越猛烈地下者 前线的情况变得越发不利 集合的人少 虽然遗憾却也没有办法 本部人员也知道 前线的这种惨状 集合起来的人少 说肚子疼之类的人多 不管怎么呼召也得不到回答 在漆黑的夜里又不能看见人在哪 真是无可奈何 最后集合起来的本部人员有副官 内田 井上 金井 杰城和我一共六个人 我们应当在金家宅渡河点渡河 于是就往金家宅前进 因为下了暴雨 路上滑溜溜 湿漉漉的 而且又漆黑一片 一会儿跌倒 一会儿绊倒的 再加上敌人炮弹的袭击 好不容易才到达了金家宅 战斗实况 5 我们要从这里到上船的地方开挖一条距离大约为400米左右的交通行 而且 为了到达渡河点 就要挖出里面沉积的泥水 吸泥浆到了膝盖 所以 在交通战壕里是用手辅助着前行 身上全是泥 枪都不好使用了 终于到达了渡河点 等待着驶船出发 敌人的射击非常激烈 在前面渡河的船无疑不重弹 所以不能立即渡河 有军的炮弹偶尔发射一下又停下来 前线的轻击枪和重击枪都相继出了故障 步枪也不能使用了 要打仗就只有用刺刀 这可没有把握心里之打鼓 工兵今晚没有开船 我们不得不返回南山宅 八日 天明以后 雨下得越来越大 前线个中队 炮兵部队陆续渡河 敌人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 第三大队向小宅方向发起了好几次冲锋 牺牲人数不断增加 粮食缺乏 补给跟不上 一切变得杂乱无章 只分吃了一些发下的干面包 一点不像歌词里写的 还能再发一只香烟西上 今天 在南山宅的第二大队全体成员进行了身体大检查 所有身体健康的人都被命令参加渡河战斗 牧村 陵木 有岛三个人都因为肚子腾流了下来 本部踊跃地参加渡河的人士副官 内田 井上 金井 杰城 桑野和我一共七个人 本部的其他的人员都没有露面 暂且下落不明 我这一次参加渡河战斗 就不能希望活着回来 在日记本里就简单地记了从应征入伍到现在的一些事情 这也许就是我最后的绝笔了 痛感自己短暂的一生 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 于是 就把作为纪念的东西送回到家里 把包裹和钱拜托给古川小行李长 大行李拜托给了康信军 那天晚上 大家就一起进行渡河战斗 在我们渡河前 步兵第三师团的一个大队作为增援部队渡河 九日拂晓时分 断然决定向曹家宅冲锋 以吉川大队长为首 大部分人都成了牺牲 打了一天 也未能渡河 许多人的生命就像曹宅北边的陆珠一样 被磨灭了 真是太悲壮了 九日和十日两天 我们只有待在泥泞的战壕里 泥水急腹 冷的人只打哆嗦 大小便也就地解决了 生活供应是一天一次 就那么一个饭团子 用沾满稀泥的手相拼命一样地抓了来吃 喝得是有人小便在其中的水 居然还喝得顺顺溜溜的 我确实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种弃绝的悲惨景况 只有在第一线战壕里待过的士兵 才知道这是怎样的艰辛 因为重机枪和轻机枪大部分都出现了故障 只有渐渐送过河到后方去修理 在前线用枪和刺刀好不容易才保守住了阵地 从那个以后 谁都会说吴松河是三度之水 编队本部于九日上午渡河 下午指挥第三大队 以军旗为先导 向小宅发起来冲锋 以副官腾田大卫为首牺牲了很多人 终于占领了小宅和敌人只相距一百五十米了 每天都有人死伤 收容并不如意 泥田里躺着伤兵 如果去治疗他们 那么救助的人也会被敌军打死 曹宅北方的第二大队和步兵第三师团方面也不可能前进 各中队屡次发起冲锋 也只有增添伤亡 支纳军出乎意料的顽强 一点退却的意思都没有 队阵在一百五十米的地方 支纳军的坚强极大的削弱了我军的士气 我觉得我们的连队好像全部被消灭了 这样的战斗 说它是激战 苦战都不够 它是真正的惨战 当时在前线的人什么也不想 都想退回到后方 普遍认为那些因为轻伤而退下来的人是非常幸福的 其本人也未得到了救助而变得很高兴 可是那些身体健康的战斗在前线战士不知什么时候会得到死刑的宣判 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什么时候 十日早上 井上 公川一起受伤回去了 本部队员也愈加减少 让人感到心里发虚 那天 我去渡河点跑联络的时候 肚子就疼了 因为这些类似的原因就退回到了后方的人在不断的增多 前线兵力愈加削弱 士气下降 本部的军官严控部队 除富商的人以外 没有持有中队长以上军官特别证明书的人员绝对不允许过河 不遵从命令者以敌前逃跑罪论处以枪决 加油啊 我感到日本军也到了需要督战队的程度了 对于第一线的步兵而言 自重队 炮兵队 另外还有特务队和旅团以上的各本部人员的待遇都是令人羡慕的 步兵和工兵是儿子 绝对的没有出息 这是当时在第一线的士兵的共识 下午 下了好几天的雨渐渐的停了 好久不见的太阳温暖的照耀着大地 战士们都轻轻的松了一口气 又恢复了生气 后方的大型礼部不能完全领教到前线战区的艰苦 昨天 他们冒着危险把粮食运送过河来 为此进行了绝死的奋战 前线的战士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重击枪和轻击枪的故障也得到了排除 我军又能在前线充分迎战 渐渐地恢复了皇军本来的面貌 决心为粉碎顽敌而奋战 我军的威风升了上来 我军第二大队第五中队的队长高桥大卫 代替大队长指挥挖了一小段战壕 继续向敌人逼近 敌人在下雨的那几天里减少了射击 可是 随着天气的转为情好 它们的射击又加强了 射来的枪弹就像下雨一样 发射来的迫击炮弹就像投过来的石子一样 虽然待在战壕里 发射过的弹丸一点也必害怕 但迫击炮弹落在战壕里时 人会被炸的肢体横飞 非常凄厉惨绝 战斗实况 6 晚上 敌军或许是害怕我们日本军的发动夜袭 就毫无间断地持续射击 有军的射击频度 与敌军相比 只有其十分之一 11日正午 敌军发射的三发迫击炮弹落在了连队本部所在的战壕里 连队本部正在下达命令 以加纳部队长为首 还有和智副官 成副通信班长 荒城军医等 以及本部的下使官 传令兵和各部队来的传令官一共十多个人 一瞬间就化为了护国之鬼 呜呼 从东京出发以来 我们竟如慈副一般的连队长 现在也不在了 连队的战友们都悲愤地哭泣 深深发誓 一定在近几天里 突破前线 攻占大洋阵 我们第二中队本部的人员 当时处于右后方约30米的地方 听得这一悲伤的消息 就一起发誓 一定完成部队长的一命 占领曹家宅 当时 第二大队本部的人员是副官 内田 金警 杰城和我 一共五人 六日以来的这一周里 我们的连队竟然牺牲了一千多名官兵 第二天是十二日 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 战壕里的积水也基本上引出去了 土地也逐渐干涸 可以看见有人在战壕里伸腰或走动 可是 战壕因为战斗而遭到破坏 有些地方 一伸腰都会被敌人发现而遭到狙击 因此 传令兵等人在走动中被敌人击倒的不少 第二大队的机关枪中队渡过河来占领阵地 各个中队也在原来的位置上稍稍有所前进 形势所所好转 我们本部的五个人就去把队长的遗体挖掘出来 我们在敌兵狙击手的威胁下 怀着必死的决心 一边匍匐着一边开挖 渐渐地把队长的遗体挖了出来 利用敌人射击的间隙 我们担负着队长的遗体 在黄昏时到达了技家宅大行礼部所在的位置 我们本部人员和大小行礼部的人员一同发誓要为队长报仇 毛野大队长死去 很快就七天了 那天晚上 我们一起在大行礼部的位置录营 十三日早上 我们在又一次渡河之际收藏了队长的遗骨 我向康信军做了种种假设 如果我战死了 身后的事情就拜托他 上前线就没有担心的事了 从那以后 李元忠左代理连队长继续奋战 二十日 范总新任连队长到任了 第二大队的新任大队长足利也到任了 我们为完成已故毛野大队长的一命继续攻击敌人 我们以我连队一千多名令人尊敬的战死 负伤者为榜样 奋战不已 终于于二十四日占领曹家宅 并以破竹之势追击敌人 二月二十六日 我军终于占领了大长阵 激战 苦战 惨战的强度 吴松和的战役啊 将永远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大脑里 作为我知那事变的从军纪念 为了以后的日子 祭祀 昭和十三年三月即日 陆军步兵无掌敌倒敬夫 昭和十三年 一九三九年 一月二日晴 丰田纺织场 今天若在国内 是要去拜佛祖的 而在战场上就办不到了 早上到大行礼 不取回自己的私人品 陆经步兵哨卡回来 昨天持有通行证的人被准许通过步兵哨卡 一些支那人就跑到进了英租界 有些人很凄惨 有因自己的房子被烧掉而哭泣的 也有因受害较轻而高兴的 可能是他们亲眼看到自家状况的缘故吧 如此情景 真是战败国的悲剧啊 一月八日 殷冯田纺织场早上冷 下午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一直工作到晚上一点钟 上午去第六中队 受到了主田小豆粥的款贷 晚上 听队长说 开设卫安所的事 高兴的人很多 一月九日晴 丰田纺织场今天 首次来了三名中国妓女 听说在本部附近要开设随军小卖部 鼓鼓舞长和田中上等兵两个人去做小卖部的工作人员 一月十一日晴 丰田纺织场 今天早上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下午 半同第七中队的军医 参加了随军小卖部开业的检查工作 充当见证人 感觉到千万不可麻痹大意 傍晚时分 又来了两名女招待 一月十三日 殷丰田纺织场 今天我突然被任命为随军小卖部的工作人员 因此去了小卖部 在战地军队里 有乐趣的地方 大概只是有女招待的随军小卖部吧 再说 店里出售的东西都是上等的 买者云集 从下午到深夜 我们都很忙 直到寒冷的半夜 才得还家 在警戒状态下休息 一月二十一日 殷龙华镇晚上 本部有转移的秘密命令 说是要去崇明岛扫荡残敌 师团的主力部队也在晋级日里 从杭州向南市附近集结 二月二十三日 晴龙华镇春天已经来了 就像日本国内三月下旬的气候 我和桑爷两个人去龙华镇的慰安所游览 这里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有 非常热闹 令人吃惊 昭和十三年三月十六日 晴江浦江上 上船以后 看到敌前登陆行动正在付诸实施 赶出颇深 我们又将再一次进入枪林弹雨的战斗中了 我们的船正从容地速长江而上 旁边的护卫军舰也紧棒而行 昭和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晴 南通凌晨三点钟 借着月光 我们来到了以前皇军从未到过的通州 进行敌前登陆 我们从七千吨的新兴丸号下来 来到了第十一师团的工兵指挥艇上 四点钟的时候船走得更远了 爆炸声被抛在了长江北岸 五点半 我军消灭了岸边所有的敌人 取得登陆的成功 这个时候天还没有亮 村民竟然没有发觉 我们就那样突然进行攻击 敌军的身影也不见了 天渐渐亮了 我军攻入通州 即南通 城的时候遭遇了敌人的反击 我军马上应战 在市区的各个地方与敌军展开战斗 终于在上午九点的时候占领了南门 我作为本部的警备人员 在市区拔刀横持 只见到处都流淌着中国正规军军人的鲜血 正午时分 我军完全占领了通州城 昭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情 白蒲镇如高 昨夜在野外露营 我的脚腾还没有建好 凌晨四点 我们出发 去攻打如高县城 有的人穿着草鞋 有的人穿着中国人的鞋子 今天第二大队在左面 作为第一线兵力进行追击战 在如高附近 我军遭遇到敌人的射击 于是马上应战 野战炮兵进行了支援 敌人转眼间就逃跑了 我军损失很小 下午三点钟 我军占领了如高南门 进入城里住宿 居民都在逃跑了 什么人也看不到 在追击战最激烈 子弹横飞的时刻 我还拍了一张非常珍贵的相片 昭和十三年四月二日 殷南通 出征以来首次做卫兵直勤 做卫兵真的很辛苦 上午 队长带着人去金沙镇 扫荡残留的敌人 回来时精神焕发 因为敌人全部逃跑了 在去巡查的那条街上 我看见了卖汤的店 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 在怎样艰苦地生活着 城里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各个商店又开始营业 挂着日本国旗 祝贺南京新政府成立 但是不能看见女人的身影 女人都逃到农村去了吗 祈祷着和平早一天到来吧 昭和十三年四月十日清南通 昨天晚上的袭击事件中 有一名士兵受伤 子弹留在了他的身体里 第五中队的一个小队 马上从海门出发去追击敌人 前几天 在如高攻击战的枪林弹雨中 我派了一些我军应战的珍贵相片 很高兴的是相片洗出来 效果非常好 一点都不模糊 作为永远的纪念吧 为前进做好各个方面的准备 去到大型礼部和康信军一起拍了照 明天 终于要用汽车运送我们前进到东台了 因为在严城 还有很多敌人在进行顽强的抵抗 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阴东台 阴天持续了好几天 连衣服都不能洗 部队送来了很多地图 海州呀 徐州方面的都有 果真要去徐州参加中北支 华中 华北 站的最后一站了吗 和北支 华北 战线的战友联手作战的日子 大概不远了 马上就凯旋归国的希望 没有了 支那人要搞长期抗战 我们是没有办法 晚上我们喝了酒 情绪高涨 听说这次前进要使用船支 大队只有五十条 需要征集 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阴东台 白居站 今天早上八点钟 我军攻打严城的战斗开始 天没有下雨了 但由于昨天下了小雨 所以没有尘土飞扬 有一点冷 担任攻击任务的日和支队主力 加派了炮兵 攻兵 资重野炮等 威风凛凛的进行攻击 一过曹忍阵 就能够听见前锋部队交战的枪炮声 路途中 桥梁被破坏了 工兵总动员 马上就休息好 又继续前进 前面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使得我们不能到达预定的地点 今天前锋部队 有七至八名士兵死伤 一点也大意不得 只有靠战胜命运来完成任务 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青白鞠镇 上午七点从白鞠镇出发 果断地进行追击站 在一望无涯的麦田里 有很多河流 到处都有反坦克战壕 上午未能按照计划前进 在刘庄看见了几具敌人的尸体 路途中只要觉得有危险的房屋 就把它烧了在前进 燃烧的火焰令人害怕 今天天气很好 大家精神振奋 下午 飞机也进行支援 实行空路两路禁机 在大团附近 敌人在阵地上疯狂地向我军射击 我军前线部队马上应战 野炮部队也进行支援 枪炮声惊天动地 傍晚的时候终于击退了这股敌人 有军有十名士兵死伤 于是乘胜追击 破紧敌人 敌人发射十次交叉炮火 进行恶阻 有军不能解决战斗 只好停止前进 陆营休息 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因大团 严城 南方二千米黎明时分 我大队成为联队的直辖部队 进入第一线进行支援行动 昨天晚上露营 天有点冷 我没怎么睡觉 早上七点又早早地出发去参加打炎城 接受命令要征集船只 于是我们向南前进到小河岸边 各个部队一起进行征集 还使用了很多中国苦力 终于和船上的导演少尉取得了联络 这样十点钟才上船吃了早饭 今天有风 能扬帆急速前进 下午四点 联络上了本部 得到了粮食的佩计 我军过了五座场 就遭遇到严城外敌人的顽强的抵抗 前线枪炮声不断 即使在后方也有榴弹飞来 我们终于到达了严城 大火中的严城令人恐怖 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请严城南方严城 我军前锋昨夜占领了严城 昨天又有一些人牺牲了 我只有默默地为他们祈福 我旅团今天早上十点 威风凛凛地进入严城 严城比南通小些 其城墙上堆满了沙袋 这说明敌人进行过顽强的抵抗 阴劳于战士 在城里倒下就睡着的人很多 我和村内军在严城县政府前面 拍了纪念照片 他告诉我 横穿的井上军手腕部的上衣 为敌弹贯穿 却捡了一条命 下午返回连队 又转移到部队本部 按今晚的命令 大队的一部分兵力 在明天早上要进一步前进 去占领新兴场 这次战斗将以第二大队作为前锋 在枪林弹雨中只有再次祈求神灵保护自己 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请严城 昨天 城里各处火起 火势非常凶猛 把天都要烤糊了 虽然火灾是战争的附属物 但居民就没有弃身的地方了 洗了衣服 再去洗澡 就这样过一天 封闻明天要攻打复宁 和国内的通信中断了 有关胜利归国的传言也消失了 现在只有战场上奋战 我们每人准备了两天的干粮 傍晚 大火烟烧了我们宿舍的附近 很是危险 于是马上更换了宿舍地 晚上零点 我们接到了明天早上出发的命令 昭和十三年四月三十日 请草堂口 勾安敦南方 昨天 幸运的是一个人也没有牺牲 行军的大队 今天早上勇敢地进行了追击 中午事后 击败了残敌继续前进 在那星辰庄的附近 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用迫击炮 机关枪等猛烈的射击 弹丸就在我们的身边爆炸开来 我军以野战炮 步兵炮和机关枪等重型武器 给予猛烈还击 敌人继续进行顽强的抵抗 一会儿 在敌人的布雷区 有好几名士兵 被炸得在空中横飞 英勇牺牲 于是 前锋部队把兵力在左右两侧排开 继续射击 守住阵地 终于坚持到了晚上 在今天的战斗中 以高桥大卫和关少卫为首几个人光荣的战死或负伤 真是像做梦一样 非常遗憾 我们也只有自己多多保重 昭和13年5月1日 英勾安敦南方 勾安敦东方 昨天 勾安敦的敌人 进行了出人意外的顽强抵抗 到昨天夜里 还没有被击败 部队长下达命令 第二大队从正面攻击 自己亲自指挥前锋部队作战 在昨天深夜渡过小河 从敌人的右边向敌人后方前进 这样早上的时候 敌人遭到猛烈的袭击而败退 昨夜下了雨 道路更加难行 在田间小路上是没有办法 骑自行车的 两个传令兵终究掉队了 只有一个人跟着部队本部上来了 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有吃东西了 虽然筋疲力尽 还得迂回公敌 傍晚 我们遇到了敌人左翼部队 又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直到夜晚 今天又有很多的人牺牲了 昭和13年5月2日 请勾安敦东方 勾安敦昨夜 敌人非常顽强的抵抗 我军休想轻易的取得成功 敌人出乎我们的意料 有7000多人 而有军才将近1500人 敌人是有一部分撤退了 但有军的后方却遭到了袭击 因此自重队等后勁人员也有了死伤 敌方看见正面第二大队的兵力 比较薄弱 就一次次第发起反击 昨天 我军没有前进一步 死伤者却愈发增多 战斗变得非常激烈 粮草也剩余不多了 心里没底 部队长终于下了命令 在今天扶晓时分从左翼发起总攻击 全体官兵都为皇国而战 在军旗的导引下开始前进 敌人躲在战壕里 用机枪胡乱扫射 尽管那样还是遭受了我军迫击炮的轰炸 有军的野战炮 步兵炮 机关枪 以及其他的自动武器和步枪的射击 组成一道火网 枪炮声震天动地令人恐怖 我军以军旗为中心冲向敌人的阵地 终于有敌人逃出战壕了 敌人一个脚崩溃 权限也就崩溃了 敌人退却 我军紧追不舍 敌人连坚守的河岸阵地的打算也放弃了 逃跑得远远的 我军猛烈地射击逃跑的敌人 终于在下午二点的时候占领了沟安墩 第二大队也随着部队的进攻 渡过小河占领了沟安墩的北端 在这里激战三天 我军攻破了复宁前线 在今天早上的战斗中 以第八中队的九宝少尉为首一些官兵 祸死祸伤 护仓村的刚野军也受伤了 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有几十个人 哎呀 回想起来 真的像做梦一般 这次战斗 我认为是仅次于强度吴松河的一次激战 我作为第二大队的传令官 和连队本部一起行军 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 上天保佑还平安无事 向着遥远的东方参拜故乡 请家人放心 只有相信今后的战斗了 这里的阵地构筑在小河的北岸 非常坚固 要是继续延长大约一里半的防线 这条小河就和吴松河一样 将成为难以攻克的阵地 当然只有正规军 才能利用这种阵地进行顽强的抵抗 敌人遗留下来很多尸体 今夜可以睡一个安稳的觉了 昭和十三年五月四日情 根据上风下达的命令 对这里的顽敌 应利用黄昏时刻发起攻击 突入赋明城 战斗开始 敌我双方的炮弹 枪弹在夜空中乱飞 火光映红了天空 有军的重型火器 为支援我部的冲锋 也对敌人猛烈扫射 城墙上的敌人顽强抵抗 我军终究只能 前进到敌人前方五百米的地方 就无法再前进一点 敌人的炮弹在碧绿的麦田上空乱飞 嗖嗖的枪炮声闹了个通宵 明天早上的攻击如何展开 敌人的手背又将如何 昭和十三年五月五日情高庄 昨天晚上 敌人一直在进行顽强的抵抗 所以直到黎明时候 我军才前进了一点点 照这样子攻入城里是不可能的 不知道敌人要退却 还是要战斗 他们退回到我军的后方 向本部附近扫射 形成了攻势来挑战我军 九点的时候 他们到达我军后方约 一千米前连队本部所在的位置 留在该地的通信班 遭到数名敌兵的袭击 我方二名士兵战死 在这次战斗中 有军投入的兵力不足而前进过头 后方纷乱 联络断绝 牺牲了很多人 连队本部也考虑到万一 就进行森严的警备 采取万无一失的策略 大家坚定决心 做好万一情况下的准备 真是无比悲壮了 昭和十三年五月五日情高庄 大家在连日的战斗中都很疲劳 但还是奋力战斗 和后方断绝了联络 粮食也所剩无几 只有毫不在乎的喝着河水 在野外露营 敌人又有击队人马转到部队本部的后方进行射击 即使作为后方也大意不得 应用牺牲的人数在不断地增加 敌人迫近攻击 在弹药库附近轰炸 通信班遭到袭击 发爆机也被炸得不能用了 这次战斗的结果如何 心里简直没底 敌人在做最后的抵抗吗 他们一步也不退却 顽强应战 暂时还分不出胜败来 无法想象以后的情况 傍晚 昨晚去补充弹药的汤泽中士 等人在路途中遭遇了敌人的袭击 这时总算到达了部队本部 我们只知道部队本部的大致方位 穿过枪林弹雨回到本部 在距离部队本部1500米处就是前方 到距城墙约500米的地方 即使开了枪眼 虎视着城墙也不能前进一步 本部的那天武长受伤了 只有祈求他早一天好起来 今天晚上 敌人可能要发起攻击 明天的命运是不能预测的 只有和命运进行抗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